假如要作业第一个,我会先在这边新增一个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我取一个名称 比如说我取一个名称就是叫做 将来呢,你们自己的那个网络硬碟 云端硬碟的话,如果要给别人丢资料的话 其实它不是单项而已,它还可以双项 你们的东西要交给我,对不对 你只要呢,把这个资料夹上面按右键 这边有个共用,它预设的话只能够单项的 预设哦,如果说你将来要能够双项的话 其实很简单,把这边怎么样 改成编辑的,它预设是检视嘛 检视就是只能看,不能丢 那如果说你们,我希望你们的 你们的那个作业交给我,对不对 所以以后如果你希望给别人很多人 帮你放东西上去的话,其实云端也是可以这样做 那怎么做呢?你就把它改成什么?改成编辑 编辑的话就是说,它也可以写资料进来 这个方法其实还蛮棒的,因为我常常在这样做 像我,比如说你们 交交作业给我,那我就开一个 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按右键 把它改成这个编辑 按个完成 那当然其他还有一些进阶啦 你甚至你可以有大部分人 全部的人都是检视 某部分人是编辑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边填哪个使用者 比如说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嘛 那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那我现在是每个人都可以编辑 那等一下请你们 连到云端 那记得要先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因为如果你没有登录Google账号 你也不能上传 那上传的方法就是打开来 那接下来呢 请你先在这上面 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呢 就是你的学号 比如说你是学号是 这样子,然后你的名字 这样子按个建立 建立完之后呢 那比如说你今天希望缴交作业 这个时候请你一定要打开它 不然的话你传上去会传到外面 打开它里面没有嘛 它会说将档案拖拉这里 你可以用拖拉放 或者是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上传档案 其实按这边我看一下 这边也有啦 反正有三个方法 不就是拖拉 比如说我今天要用拖拉的话 像这边有没有什么资料 我假设我这边已经有做了一些 我们这学期的练习 那比如说我今天 我要缴交我做的东西好了 我练习 特别注意哦 不过你交的时候 请务必注意啊 这个人可以拖拉 可以丢上去 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丢上来之前 请你先检查一个地方 就是说呢 你在那个 你们的云端的 这个这个 把云端的那个 右上角会有个设计 设定 齿轮的地方 你先确定一件事哦 因为你要传给我是Excel档 那Excel档哦 如果说你预设哦 有可能它会 自动帮你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那个 就是Google的文件 就是Excel 就是微软的Excel 传的时候呢 如果你这边有打勾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变成 Google的试算表 Excel 微软的Excel 变成Google的试算表 如果有打勾的话 但是呢 这个动作 转换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你的Excel里面 有VBA的话 那Google的试算表 它没有VBA 所以呢 一转 哇 那里面的VBA 就会消失了 OK 所以如果里面有VBA的话 那你就不能转 那如果你不转的话 很简单 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打勾取消掉 好 确定一下 有没有取消 如果有取消 那就直接按完 就出来了 如果没有 那你就把打勾取消 再传上来 不然的话呢 如果你有打勾 像刚刚有没有 打勾嘛 那如果我假设 我是打勾状态 我先demo给各位看 比如说呢 我是打勾 这边 作业上传 这边 打开来 找到我资料夹 然后把它上传 传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按右键 或者是 我这个是先做一个 错误的示范 拖拉过来 这个拖拉是对的 只是说传上去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打勾了 它会把这个原来的图示 是Excel 是这样图示 你传上去之后呢 它会变成Google的 那只要看图示 就知道你传的对还是不对 所以特别这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传上去之后呢 它这个地方会告诉你说 还有多少时间 传完毕之后的话 这边会出现 所以基本上 这个时候传完了 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原来Excel的 那这个是 变成怎么样 它帮你转成Google 这是错误的哦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打开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直接用Google 试算表帮你打开了 可是里面的公式 就是Excel的公式还会在 但是VBA就不见了 因为这上面没有什么开发人员 OK 所以你的VBA就全部消失了 虽然它这边还会告诉你 XLSM 可是你这个M已经不见了 好 那我做一次那个正确的给各位看 正确的话就是说 记得把那个齿轮的地方 把它这个打勾取消 把它再传一次 作业上传 那这个时候我在用这个方法 不用拖拉的话 你按右键也可以上传 那一样找到你 你的那个档案的位置 我直接从这边传好了 再传一次哦 OK 那你会发现哦 它传上去的是Excel 可是因为我没有打勾嘛 所以你会发现哦 有没有 这边传上去 它不会帮你转 它还是Excel 这点要特别注意 因为很多同学 用云端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就很喜欢备份备份 最后发现 老师我的VBA为什么全部都不见了 对 就是你没有把齿轮那个地方设定 打勾取消 那这样的话 你VBA就完全消失了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这个是错的 没关系 你把按右键 这边有移除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打开它的话 你会发现哦 但是在那个传上去 如果你没有转换 它是无法在云端上面预览 没有办法打开 它只能够看到大概 这个是正常的 很多同学看到 老师这黑黑的 是不是有坏掉 不是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呢 在云端上 它没办法帮你打开 它只能够让你看到大概 那如果你要开启的话 上面有什么 有一个下载 你必须要下载下来之后 再用Excel打开 才会是正常的 那待会的话 因为今天 至少就缴交作业嘛 然后呢 如果说 你今天有做了一些 这学习反正做多少 交多少 即便你交一个两个 代表性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 至少 表示你有做 当然如果你有做很多 你就交多一点 或者是你有变化 像同学 因为像美兰 我上了好几个学期了 我从他刚开始 完完全全可能就是 美兰就 对对 美兰 因为他 我们已经认识非常久了 从最早 他是跟我学那个 有一张乙级软体 软体应用的证照 他又通过 不过已经是 有十年了吗 十年了 对对 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 可能就 就中断了 美兰还是美兰 美兰 美丽的美 不 美花 对对对 美兰 美兰 不不 那个 玫瑰的美 玫瑰的美 对对 玫瑰的美 对对对 然后 他也学了 第三学期了吧 就连续的 第四学期了 对对 第四学期了 对对 他这个学期已经连续 他刚开始报名 还是直接报名进阶的 对 他等于跳过 所以他第一次来上歌 我看他学的还蛮 蛮辛苦的 对对 很多地方都还是不太清楚 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 对不过他 他就变成说他倒过来上 他第二个第二学期就上入门了 入门大概就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你那个这个班入门是第二次上吗 OKOK 所以基本上已经看得到 他其实 所以等一下也许请他跟大家分 对会demo一些 分享一些心得也可以啦 或者心路历程 因为我也觉得这实在很不容易啊 对 很多东西从完完全全 因为他刚开始问我的问题 还有他做的那个动作 我发现就是很多盲点 还完完全全 还得不到药领 但是慢慢现在感觉 越来越就是有抓到那个 那个翘领 他那个诀窍他都已经掌握 虽然没有说 还非常的纯熟 但是至少该有的那个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他有准备一些他做的东西 那待会也许请他再 那你真的就把它用在工作上面 比如说好像抽奖吧 对对抽奖 我觉得还还蛮不错的 可能这样就是 有人名字他还不顾的 哈哈哈 你这个当两个人有 对三个人有 还可以 所以其实 对啊 不过当然就是 对啊 至少老板要有点 哦 长 他去掉三个人可以 加两倍就可以了 他还是赚一个 他不会加 但是他会把工作掉出 真的哦 那不然你就 利有那个 对对对 真的真的 老师等一下 就是大家自我介绍 我 他们都好厉害 然后我都不是很爱 对啊 对啊 等一下也许大家互相再认识一下吧 所以待会就是 可以的话就是 如果能够到前面分享 那你就到前面 如果不行 那不然你就是 大概讲一下 讲一下吧 反正自我再介绍一下 然后 分享一下 这里面下一学习的歌了吧 哈哈哈 大哥你有吗 我一定有 你也有吗 我都有 后面也有 哈哈哈